10月23日 清洗三江原大美青海情 两岸文化和旅游联谊行 云直播系列活动在线举办 活动由北京 青海 台湾三个分会场连线 来自海峡两岸的200多名文化界 教育界 媒体界和旅游业界嘉宾在云端齐聚一堂 畅谈中华文化传承和旅游产业发展 青海我们都是去过的 可是呢 刚刚又看到介绍 发现好多地方还没去呢 应该要再去 其实大陆各个省份 各个景点啊 我都觉得 哪怕是你以前去过 现在都值得我们再度游 三度游 或者是常常去的旅游的这样子的方式 我觉得都是很值得 这次我觉得很成功 这个活动 我觉得对旅游业来讲 应该算是超前部署吧 就是透过这样的一个 云端的一个资讯的一个分享 让台湾的旅游业 也可以了解到这个青海 最近的发展的一些现况 那我觉得交流 在现阶段两岸来讲 还是非常重要的 我觉得交流可以促进了解 那么可以促进这个 两岸流业的共荣跟发展 我们很期盼这个疫情可以早日结束 两岸的流业可以早日能够增长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